我不是内剑 我信你 我都信你 金氏 金氏 你信信 金氏 金氏 大师兄 我把我的玉琴托付给你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玉岳 你愿我答应你 你愿我答应你 玉岳 我答应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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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不 不 我答应你 我本来 artery 我真的没想到山上雪这么大 这下来什么都没了 佛家有一句话 云起南山 北山雨 修道之人 不要拒你于世间的万事万物 掌门师伯来了 齐武的伤势好些了吗 老爷的伤势好些了 您请 齐武 齐武 掌门 好了 不用多礼 我来看一看 我是旧鸡缠身 想要恢复 还需要些时日啊 齐武啊 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京士和玉燕他们就在辽东 而且玉燕已经有了身孕 你很快就得当外公了 掌门 此事当真 我看你虽是铁面无私 可这骨子里竟是儿女情长 这玉燕是你的女儿 她也是我半个闺女 他们的事 但是我能不挂在心上吗 四个月前 我就让无极去辽东接她了 太好了 谢谢掌门了 其实啊 她们两个彼此爱慕 我是知道的 但碍于武林的规矩 是在难为她们了 她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武器刚去的时候啊 还总有信赖 可是最近两个月 也不知怎么 没收到她们的消息 但你放心 她们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警师 警师 如今我被封为 禁定武士八士 天下皆知了 中原武林必定有人 有人暗中追杀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隐姓埋名 走深夜小路了 没事 但是 只要我们回到武当 跟我爹和无相掌门说清楚 他们肯定会还你清白的 我长得指尖把世界看清 背对着怎人心 被 ضzeigt变十分突然 前提一遍 在我们就保持认着 了解 是 把我们阴上ate 天下返、敌皮下第 永远 爱不敬 赶爱严谦 爱无疑 好了 这一切都好办啊 我儿子就是聪明 连落地都能选这么好的时候啊 你就知道儿子 那如果生出来不是儿子 是女儿 你是不是很对不起你女儿 肯定是儿子 我连名字都取好了 就叫耿玉京 京士玉燕 玉京 好名字 小夏 我看啊 这鱼也没有停的意思 我们就到那个贝楼里面 歇息一会儿吧 终于快到家了 对 走 好 小心天机 来 小心啊 来 来 慢点啊 小心 来 来 来 慢点啊 小心 来 来 来 玉燕 先坐这儿歇会儿 我去找柴火 等我 去吧 去吧 来 走 走 大师兄 师弟我对不住了 要杀要剐 冲我来吧 大师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你不要错怪京士 你被他骗了 杀妹妹 你懂不懂啊 没有 他从来没有骗过我 你真是闺蜜心窍了 现在就跟我回去 咱们万事皆休 大师兄 我这辈子 更定京士了 大师兄 我们是不会给你回去的 请你转告师父 等我耿京士有一天 闯出了名堂 定会一锦还乡 体体面面地 去给他老人家赔罪 你还好意思说 大师兄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们吧 玉燕 大师兄 你对我们的恩惠 我和京士 莫是难忘 走 走 滚 玉燕 玉燕 京士 走 等着 燕子 你先出去躲一躲 等师父消气了 师兄替你赔罪 记住 在外面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毁了师父 还有武当的名声 来 来 来 吃 老哥啊 我跟你说 最近武林不太 客官来了 里边请啊 来 这位客官 你点点水 一壶酒 再说 来来来 去闻吧 小二 迷糊酒 来来来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两湖大侠何其武 家里又出事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 这自从一年前何其武的闺女 跟随二徒弟私奔之后 何其武就很少露面了 老弟啊 你有所不知 就是那个七师灭祖的徒弟耿京士 最近居然投靠了关外的蛮子 做了怒若哈尺的走狗 武当的脸面都被他们一丢而尽了 这听说整个中原武林都在追下他 可叹我武当乃是当今的国教 竟出如此败类 这耿京士啊 简直是我们中原武林的耻辱 应人人得而诛之 什么人啊这是 吃吃吃 来来来 明天就要见到师父了 万一他还在起头上 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这把鱼咽听了会难过 这把鱼咽听了会难过 不如我先去给师父道歉 他若不肯原谅 我就在门外跪一整夜 只要师父到了人家 能消消气 明天 兴许会给点面子吧 咱俩 不要再说 这是几天 你这个 你不算是 你还没想起来 我 我会想起来 还有吗 如果你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我对不起你 我没脸再回武当山了 玉燕走了 她把我的魂也带走了 师父 徒儿对不住了 你是谁 清风针常五娘 你就是常五娘 你怎么还不谢谢本姑娘的救命之恩呢 我心已死 你何苦要救我 因为我喜欢你啊 真没想到啊 武当派的足家大弟子 葛振军竟然是个大情种 我不是 你走吧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住手 你的命得听我的 葛振军 你怎么又何成这个德行啊 你看 你有什么人 你没有没 corpse 你觉得我得真的 我看了 因为这就是女孩 谢谢言怒 你男人 我回来了 戈振军 你又在想何余燕 来 来 来 谁啊 给你带个好消息 你女儿马上就要临盘了 来 谁 师父 师父 什么人 什么人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来人哪 快告诉大师兄 老爷死了 京士 快来人哪 老爷死了 老爷 豹 乃 去 不过 一年 也不不一样 当然 总 我回来了 毕竟 既然 学生 又回来 朕希望这美好的时光 不要被任何东西打扰 让我们好好享受 朕君 快开门哪 大事不好了 老爷子啊 被耿京士给杀害了 怎么看到 朕君 他们回来了 快开门哪 朕君 快开门哪 朕君 当真是我亲眼看见的 就是耿京士那个畜生干的 这就是证据 畜生 大师兄 耿京士呢 他人呢 我不知道 这个逆贼 他为什么要杀死师父 你们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大师兄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 你说我爹怎么了 师父死了 是这个逆贼杀死了师父 我爹死了 不 不可能 这个千刀万挂的 今天 今天我一定要把它碎尸万段 我说不可能 太然哪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可能 是真的 不可能 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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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回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在追杀师父的凶手 臭伤 师父就是你杀的 大师兄 我知道你恨我 可你不能 不能血口喷人哪 小姐 你可回来了 不说 大师兄说 我爹死了 我不相信 你告诉我 我爹没事吧 老爷他 没了 都是这畜生干的 我跟你拼了 何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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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叔死了 大师兄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你 你们别打了 大师兄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你还护着他 你也亲眼看见了 是他下了何亮 师兄 我是被奸人所害 你不要犯糊涂啊 你还想狡辩 好 你看 你看看 这是什么 霍普托是谁 是我关外的一个朋友 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 我 我准备找个适当的机会 向你解释的 我先替你解释 霍普托是女真人 她是诺尔哈池的金顶武士 你 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 你有这样的朋友 约我 我 师妹 我再问你 今天晚上 她一直跟你在一起吗 她是先跑回家 杀了师父 然后又回到这儿的 然后又回到这儿的 你说什么 你自己回家了 玉燕 不是您想的那样 畜生 你欺骗了我们大家 受死吧 师兄 散开 玉燕 你 aqui 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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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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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 我 父母 金氏 金氏 不要 你看看孩子 不要金氏 你看看我们的运行 你看看 你看看孩子 来金氏 你看看我们的运行啊 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金氏 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金氏你看看我们的孩子 金氏 金氏不要 金氏你快看看我们的孩子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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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师兄 我没有杀师父 金氏 金氏 吴家 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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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 被吴家长重伤的 我不是内贱 我谢你 我都谢你 金氏 金氏 我谢你 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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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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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我把我的玉京托付给你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我 玉燕 玉燕 我答应你 玉燕 玉燕 我答应你 玉燕 我答应你 我 我答应你 水 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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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娅 芈 玉燕 玉燕 橘 玉燕 蓝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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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兄弟 这么早啊 蓝大哥 我捡了一个孩子 我一个人实在照顾不了他 所以 这孩子已经是饿了 水灵娘 水灵娘 你你你过来一下 这 这孩子 葛兄弟来了 你看这孩子哭得厉害 你帮我喂喂他吧 来 给我吧 来来来 快过来坐 走 葛兄弟啊 那这孩子 这孩子 刚刚出生就被抛弃在荒郊野外 没办法 我看见了我不能让他冻死饿死 所以我就来求助蓝大哥和嫂子 这些银子你先拿着 这说哪儿去了 一个也是痒 两个也是怪 你就放心吧 人情归人情 规矩是规矩 来来来 水灵 来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去收下 放心吧 水灵爹 葛兄弟 来来来 水灵不哭啊 不哭啊 来来来来 刚睡着了 我的手太糟了 怕划伤了孩子 这孩子 葛兄弟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知道 就让他随了你的姓吧 就叫 蓝玉京 就叫蓝玉京吧 挺好 好 就叫蓝玉京 来来来来 你看看啊 这是我的女儿叫水灵 比她大两岁 那以后她们就姐弟相成吧 来 如此甚好 那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好 站住 你这是要去哪儿 何家满门已死 你既无牵挂又是自由之身 何不跟我一起远走高飞 南庚女之不温世事 过美好生活不好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梦话 闪开 我就不闪开 你 我就是不闪开 葛振军 你是要杀武当 对 师父遭人暗算 此种深仇大恨不能不报 你也要报仇 世人都知道 耿京士杀了你师父 你为他清理门户 把耿京士给杀了 还是从背后偷袭 我没说错吧 不许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 你自己知道 你就跟我一走了之 后面的事就不要管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是为你好 朕军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为什么就不能 听我一句劝呢 好吧 我老实告诉你 何亮是我杀的 我跟你拼了 是 当真 是 我当时是想帮你杀了耿京士 帮你出这口恶气 没想到何亮突然杀了出来 挡了我的清风针 做了替死鬼 我也不想 剑人 我剑 我要是不犯剑 我能为你杀人吗 我何时让你出手杀人了 就是因为你心思手软 下不了手 我才替你出这口气的 再说了 我对你这么情深义重 我还为你杀人 难道我的心你不懂吗 你何苦要这样 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只有玉燕 我心里想要有你 快遵徒 你还是追不去 ? 我希望你항前 你一定会在我小把 你不要太大 但是我再跌倒啊 你得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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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心情在这儿 跟你亲亲我我儿女情长 闪开 戈仁君 不管你对我如何 我这辈子笃定是肯定你了 我朝母娘决定的事情 是绝不会改变的 月染百煞 泪湿朱砂 你自风华乱我芳心 请我温柔 为你执念痴狂 为你胭脂胆壮 可不得我 朕君哥 我不过是想和你相依相守 恩爱缠绵 直到青丝便白发 三生不够 我一命全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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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都属实吗 属实 你是父亲已做过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你也是武当弟子 以后就留在武当 心中有主宰 其路任由之 无色复无夏 何悔 复何一 以后你的道号就叫不齐 不齐拜见师父 起来吧 不齐 不齐 且随我来 此信从何而来 是耿青士刺杀师父的时候 从他身上掉出来的 耿青士和燕子都正是说 武当派有奸细 会使无机长 不齐 对 今天你和我说的是 对外不可露半个字 因为这关乎到我武当的声誉呀 尤其奸细一事 还很有蹊跷 切勿外传 是 遵命 另外 你要照顾好这个孩子 他可是何家留下的唯一骨鞋 不得再有闪失 是 是 现身吧 师兄 你这里的酒气太大了 是 是 师兄 我知你因何而来 何氏一族 被满门指害 此事 令人匪夷所思 不仅是何氏满门 和无机长老死的冤屈 咱们武当 派在关外刺探军情的弟子 也悉数被杀 冤气大伤啊 有此 我武当派内 必有奸细 为此 你要多加小心 知道了 师兄 当时 无机长老 也曾飞鸽传书 信上 牵扯到无机长 更牵扯到七星剑客 可谓扑朔迷离啊 此事 终会水落石出 好在何家留有一子 先寄养在神农家 兰氏夫妇家中 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 不能让他再有不测 知道了 师兄 劝且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 日后还望他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无量天尊 你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你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你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不过去一统辽东 割聚一方 定睹赫土阿拉 建立厚金女真 自称大汗 而其屠谋中原的野心 也越发膨胀 走 大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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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大狠大狠 我是大侠 你几个下来 快到这儿来 下来 追我啊 来 快 看我的剑 你等等我 姐姐 等等我 大鱼 快救我 姐姐 好了 咱们回家吧 好 回家了 老雅爷爷 你又捉弄我们 快把鱼还给我 老雅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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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鱼还给我 放我 站住 孩子 都到了该习武的年纪了 你是何家传人 京儿 我就交给你了 务必将它 培养成人才 水灵 就可以赞败入不悔的门下 也开始习武 师祖爷爷好 师伯好 师祖爷爷好 义父好 孩子们 近日就要带你们离开神农家了 离开 师祖爷爷 是要教我们习武吗 是的 近日就带你们去武当习武 你先练 你怎么又来了 振军 我已经攒够了盘缠 我们走吧 我哪儿都不去 你别再死心眼了 你留在武当有什么意义呢 你肯定难有出头之日的 跟我走吧 那些都不重要 我只要陪这个孩子长大成人 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功绩 你在想什么呢 这个孩子 你还教他武功 若他知道你是他杀父仇人 我看 我看总有一天 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我的死活不用你管了 你走吧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的死活 好啊 你让我走 你给我个理由 你说服我 我保证以后不再出现在你面前 你说 我 陈军 八年了 我等了你整整八年 难道你就这么互动于衷吗 那只是你自己的痴心妄想 这八年的等待 难道就要这样付出流水 换不来你的一丝情意 你的灰心传意吗 你 我说了 我哪儿都不去 我死就死在武当山 一言夫妻半人 我们的恩妻何止一朝一夕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 这就是我的真心话 八年前 八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是你自己听不进去的 你真的对我如此决绝 好 好 我谢谢你今天 终于给了我一个准话 可是葛振军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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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意 你赠我一枚绝情丹 我的清风针 会因此毒性大增 今日一别 从此世间 少了个痴情女 江湖多了一只 艳若桃花的毒蛇心 世人只看我心狠手辣 却不见他悲性弃义 所有男人 你掌不得 我掌不得 你掌不得 你掌不得 水尾 水尾 伊晶 您可以 瑜伽 不许动 走吧 isan 躲躲躲躲 躲 躲 姐 快走 咱们回新农家参加女儿会去 急什么 男孩不满十八岁 不能去女儿会 我偏要去我 玉京 还有没有规矩了 规矩 规矩不都是人力的吗 走了 走 走嘛 姐 慢点 师父 这孩子是会练武的材料 学得很快 只是有时有些顽皮 不受管束 今天又跑回神农家参加女儿会去了 我真担心她会惹是生非 玉京这孩子心思简单 偏性善良 平时小打小闹够顽略的 是 你得好好看管哪 遵命 姐姐们好 走走走 好丰富啊 姐姐的眼蘑菇可真好 来 帮帮我 谢谢啊 妹妹是哪个寨子的呀 怎么没见过你呀 这位公子 姐姐看我肯定眼上 我是外向人 叫巧儿 和爷爷是来这儿 投奔亲戚的 我们家亲戚啊就住在 那边 那边的寨子里 来 看一下 怎么样 好看 姐姐绣的丝线可真好 一阵一线都透着灵气 姐姐这个土布细密柔软 握着真舒服 你看看绣那仙草啊 走走走 马上就落地开花了 你看那个穿白衣服的哥哥 好英俊啊 姐姐 跟你真般配 英俊的哥哥 还是留给你们吧 把我的香囊还给我 快走走 哥哥 哥哥哥哥 这是我的香囊 你看看我的香囊吧 这是我的香囊 你看看我的香囊吧 哥哥 你休下吧 哥哥 你就看看嘛 哥哥好绝情 巧儿妹妹 这是你头一次来女儿会吧 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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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子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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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也不错啊 这子挺好看 看着吧 看着吧 看着这子挺好看 谢谢你 快走 看看吧 好 恭喜 这个 这个 喜欢吗 不喜欢 这我也不喜欢 行 这个我要了 哥哥 香囊啊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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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要了 好香啊 妹妹 这香囊好多钱 一文钱 哥哥 一文钱啊 他是武当俗家弟子 有钱又有势 恭喜你了 妹妹 赶紧带他去街外的小树林 去聊一聊 这么香呢 这就是我的乱 哥哥 我们去树林里说些傻子话吧 傻子话呀 大嫂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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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女儿会啊 是我们这里特有的相亲大会 每年到了这一天呢 周边寨子的女孩啊 都会出来 就穿上亮折子 就是我身上这种裙子 这裙子可真好看 姐姐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肯定啊 能找一个如意郎君 你觉得那边那个怎么样 那是个外乡过客 妹妹别说笑了 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叫蓝水灵 以前就住在神农架 你是蓝玉京的姐姐 你认识玉京 当然认识她了 这八百里武当 还有不认识她的人吗 我这个弟弟啊 调皮捣蛋得很 大家见了他都头疼 玉京今天来了吗 在哪儿呢 不知道又跑到哪儿胡闹去了 这是我的小伙伴 这是我的小伙伴 你们真拿走 三老伙伴 她哭了 你真拿走 你别说话 你不不认识 你别说话 我别说话 你肯定了 你别说话 我来说话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这哪行啊 你不知道在女儿会上 拿消囊是什么意思啊 知道啊 我这么聪明我 能不知道这个 那你要怎么样吧 现在人家姑娘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去了 不是 不是只是说聊聊吗 这聊聊可不是小孩子之间聊一聊 这是要谈婚论嫁的呀 大嫂 好妹妹 你们别这样行不行 别哭了 别哭了啊 我 我还只是个孩子呢 好了好了 别哭啊 她呀 从小就顽略 妹子 就算勉强嫁过去 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对对对 大嫂说得对 真是一点都不懂规矩 妹离的 你这离子怎么卖啊 这离子是金驼驼还是银蛋的 这么贵啊 我说这位大哥你着什么急啊 我要的是钱 你还的是价 那我问问你 你可知道这梨树一年长多高 果子一年结多少 果费多少利器你知道吗 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还价吗 谁 真不懂得怎么种梨 你看 我只懂得练剑 逗你的 好意思啊 便宜话 便宜话送你喽 这姑娘行 走 姑娘 我 姑娘 你这东西我们家少爷全买了 您别开玩笑了 您看上哪件 直说便是 谁跟你开玩笑 我们家少爷可是未来的吐司 别说这东西 就连你这人 我们家少爷一并要了 这位公子 自古以来 买卖便是双方协定的 你们要是这样 这东西我还不卖啊 您没用的东西 谁让这么鲁莽了 怎么 姑娘 且慢 我还当真相中一样东西 您看上哪件了 那便是你啊 孙涵 你干吗 孙涵 你干吗 你这个还真不要脸 我们这里 可不像你们科民那么多规矩 你打 对歌了 去对歌了 对歌了 对歌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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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什么 孙涵 你没事吧 走 愣着干吗 追啊 追 快点 对歌了 去对歌了 妹子 别哭 别哭了 对歌了 我先去看对歌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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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青 你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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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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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家的帮骨强啊 勇强啊 哦耶 你就像了你帮骨的药 帮你帮骨鸭 哦耶 你就像了你帮骨鸭 你帮骨鸭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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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陈龙家的帮骨鸭 悄梁悄悄 你是啊 你啊 你飽我 gens 啊 你不去 我 你不去 我 乔的那个山北人 混声在这里养呕 乔的那个城囊多 心意蹦呀 蹦呀 蹦呀 马蹦蹦跳 乔的那个山北人 今天的人可真不碍 是啊 是啊 诺诺云 一呀 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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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儿走得忙 双手搂着个桶凉凉 屋里还是满钢水 哄着他的爹 买着他的娘 假装钓水会晴朗 眼角对面活用 你看那个小哥哥 你唱得真好 我上下阳的女小柔 实在是爱怀我哟 什么花开双对双 什么花开一点狂 什么花开三月三呀 我的情歌三 什么花开九月重呀 有妹子 又看不见不見呢 什么花开 我很非常伤悟 我这都说话 可以 小哥哥 我这都说话 你 我吃不凉 我吃不凉 Ivory 怎么吃の 我吃不凉 幻想红尖 永不对你把你拥抱 那里喜鹊会打敲 那里兔儿会倒摇 那里蝴蝶双双飞摇 我的情歌丝 那里白色会说话呀 少爷 你来 你上 他们想吃天鹅肉 好 少爷在此定叫你吃不成 齐熙的喜鹊会打敲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是我的儿子呀 好 太好了 一股后裤 是个香奈心 请让我一切 别碰 别碰 是个心事 啊 老妹子 天鹅鹅 一摇 五摇 花牙微药 你们要试试把心伤大 清晰了喜剧回答交 嫦娥余图回答药 两种花蝶双双废 许详娘子会说谎 可以吗 厉害啊 那是 原来是他 抓住他 是 对不起 让一下 站住 别跑 不要跑 站住 快 追 快站住 不像那个别人哟 就像你 像你那个白天哟 通路走 像你阿爷晚哟 通罗长哟 有 落墙里头有 好成爽 妹子 我 你 你是谁啊 耿玉京啊 你真是个没规矩的小子 见到我常母娘 居然还叫我妹子 姐姐息怒啊 对了 我姓蓝 不姓耿 武当弟子 蓝玉京 见过姐姐 姐姐 你还管我叫姐姐 不齐道长是你的义父 按年龄和辈分 我都能当你娘了 你认识我义父啊 十八年前算是认识吧 我们是朋友 原来如此啊 那这么说 你说你算是我失态喽 走吧 我带你找我义父去 玉京 玉京 我姐姐来了 玉京 玉京 耿玉京你听好了 你本姓耿 不姓蓝 如果想知道 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 今夜此时 我在七里勾动你 玉京 我不姓蓝 亲生父母 到底怎么回事啊 玉京 快回来了 姐 我马上来 马上来啊 马上来 你不姓 你拿着这封信 速速去关外 把无几道长的遗骨 签回我武当 他在外飘零了十八年 该回家了 去之前再去一趟神农镇 帮我祭拜一下起舞 顺便把你师兄的遗骨 也前回到何家祖坟 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大的仇恨也该了了 师父 弟子曾经是何家弟子 还是让弟子去吧 你在武当庆修了多年 别再让这些陈年往事 饶了你的心境 金儿现在需要你 你就留在武当吧 师父 就这样决定了 不见 快下山吧 是 不许 为时何尝 不知道你的心思呢 可四人一世 重要的是活着的人 如果你真有赎罪之意 悔过之心 就该下功夫把金儿 大莫成才 继子遵命 这些人 这个女人这么诡异 这里面一定有大秘密 驾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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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爷爷 爷爷 怎么是你啊 爷爷有没有打托你啊 有没有伤到你啊 巧儿不是故意的 那个臭丫头 武功没长进 机灵劲儿到咋了 哎呦 爷爷受伤咯 得喝口酒 聊聊伤 喂 停 你还真喝啊 我看你啊 就是又是羊早接口喝酒 爷爷都受伤了 喝口酒聊了伤 啊 好臭啊 别打杀 爷爷交给你的任务呢 呃 我刚刚正在跟踪一个神秘的女人 结果被你给搅局了 女人 什么女人 就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 我看她那个双眼带桃花的样子 我就知道 她肯定不是好人 别管什么女人了 总之 爷爷交给你的重要任务 忘了 嗯 这 不是发现 更为蹊跷的事情了吗 嗯 走 跟着爷爷 看看那臭小子去 走 我 还要 师祖在上 昆仑派弟子东方亮 谨记师祖教诲 言律济身 潜心向学 习武不戳 绝不辜负昆仑派之名 语 时辰已到 弟子旧请 明日一早 必等拜上武当 爷爷 你让我跟了这个人这么多天 他究竟是谁啊 咱们天天这么跟着他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这个年轻人哪 叫东方亮 昆仑派弟子 每隔几年都会来武当山 这个东方亮看起来呆呆的 他的师祖 究竟是何方身上啊 他的师祖 就是玄真子啊 这孩子 痴迷剑术 算得上 是个武痴 玄真子就是当年 来挑战金光祖师 最后被无相掌门打败的那个人 嗯 当年 玄真子徒弟也在场 这个徒弟呀 就叫东方晓 东方晓 啊 爷爷 我想起来了 这个东方晓 就是十八年前来挑战武当 最后被何大侠痛打了一番呢 当年一战 你何师伯 虽然有伤在身 仍然力战东方晓 是两败俱赏 哦 那一战之后 你何师伯 遭不明毒手身亡 东方晓呢 也不知下落 这么看来 这东方亮 就是东方晓的后人 对呀 东方晓就是东方亮的父亲 所以现在 当年的那份战书 就落在了东方亮的身上 哦 原来如此啊 这孩子 有他爹当年的风范 见书吧 也不错 所以 你要仔细地 定见喽 爷爷 这件事情交到我郑巧儿身上 你就放心吧 我看他在我眼皮子底下 能作出什么乱子来 乖孙女 你又让我帮你去打酒 我不去 我不去 臭丫头 太远了 爷爷都告诉你这么多消息了 你怎么也应该 回报一下爷爷呀 爷爷 我可是你亲孙女 你说的事情啊 我全部都记在脑瓜子里面了 那 走了 哎 哎 你个臭丫头 我白养活你了 你找周公去帮你打酒吧 他那里有 步骑道长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现在的武功 可是今非昔比了 你来干什么 怎么了 人家好久不见你 你就这么一副脸色对我呀 就没有一句温柔的话吗 人家就是想你了嘛 所以就来看看你的身体 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强壮 再摸摸你的心 是不是还那样的冷漠和无情呢 别让丸子了 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还有什么事 我不就是那点事吗 我说了无数遍了 跟我远走高飞离开武道山 不可能 痴人说梦 既然你那么固执 那我也没办法了 看来 你那个小小的秘密 我是帮你隐藏不了了 虽然过了十八年 但我相信 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听这个故事的 别胡闹了 别胡闹了 你走吧 别在这里 饶了我的清静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马上消失在你面前 去哪儿 你还不认识我 那我认识我 你还不认识我 我已经是用了 我认识我 我倒是在那儿 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我 那我认识我 你不是什么 是上贡给朝廷的 以我在武当山的资历 十八年来都没曾见一面 我去给你偷我 偷是好主意啊 你 你何苦要逼我干这种 不仁不义之事呢 你我人生二十年 我何时听过不祈道长 做过光明磊落之事啊 你走吧 这个事情我办不到 哎呀 那好吧 看来我那个秘密 是无法再隐藏了 当然我也不会公之于众 但是我只会告诉一个人 那个山下住着的黄毛小子 蓝玉京 应该很感兴趣吧 我劝你还是马上就离开这儿 无相掌门已经派不借 去收敛耿京士和玉燕 还有何亮的尸首 如果他们发现 是你杀了何亮 到时候 狗把你想走都走不掉 那感情好啊 如果耿玉京知道 他的不齐道长 他的义父 原来是杀死他亲生父母的凶手 不知道 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他会怎么想呢 不如你杀了我吧 不如你杀了我吧 如果你杀了我 你所有的秘密 都会烂在我肚子里 从此以后 没有人再找你麻烦 这不是很好吗 来呀 杀了我 杀了我呀 来吧 杀了我 你可害人静 你要害我到何时 我怎么是在害你呢 我这是在帮你呀 你可别忘了 你我当年一场 你一搜了之 难道你不是欠我一份情吗 年龓 后完成的事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守规矩 你放心 我会有分寸的 你离玉京远点 以后 我如果看见你 你 离他方圆十丈之内 别怪我对你翻脸不认人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好了 那我有事先走了 等你的好消息啊 我等着你 怎么又咳了 着凉了吧 爹 我给您煮点药吧 你坐神农架回来够累了 快去睡吧 娘 熬药不费事的 您先给爹喝点热水 我这就去煮药 小伙子 没想到你还挺守时的吧 姐姐 就不怕我设下埋伏啊 就凭你 你这么天真 我真是担心哪 将来行走江湖的时候 你恐怕活不到一个月呀 难道 你就是仇家 你小子果然找帮手了 你小子 土司少爷 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少什么言蓝玉京 你堂堂武当弟子私会妖女 行了吧你 都伤成这样了 还想着泡我脏水呢 是 灶了有毒 停住啊你 停住啊 少爷 你怎么 少爷 蓝玉京 你为何伤害我家少爷 不是 你们听我说 伤她的真的不是我 我都看到了 少爷 对 少爷 对 真为了什么 听我说我是被冤枉的 少爷你醒醒 别睡了 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你 快醒醒 别睡了 告诉他们呀 不是我 少爷 滚 滚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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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滚住啊 滚住啊 滚住 滚住 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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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和我没关系 不是我 没关系跟我 你们说清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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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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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水灵 怎么样 这回有没有心仪的小伙子 那些土猴子 哪能配得上咱们水灵啊 玉京这次跟你出去 没闯祸吧 没有 他虽然调皮了点 但心里还是有数的 玉京啊 是醉起你的话了 以后啊 你得多管管她 你放心吧 爹 我知道了 还是我的女儿懂事 你去睡吧 这儿有我呢 爹 您记得喝药啊 来 这么晚了 她跑到哪儿去了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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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累糟了 这个地方应该安全啊 原来是你啊 什么你你你的 我叫郑巧儿 巧 是挺巧的 小爷我叫 蓝玉京 我知道你是谁 整个武当山 谁不知道你蓝玉京的大名 这么说 你也是武当派的了 即便我不是武当派的 我也知道你是出了名的爱导的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救了我 谢谢你了 不客气 能救你啊 我很开心 来 慢点啊 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慢点 别烧着少爷 今天一定要让武当人 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一定要他们把这件事说清楚 不能放过蓝玉京 走 来 走 不许道长 给个交代吧 你看 这就是蓝玉京干的 你看把我们家少爷伤的 玉京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那还有假 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啊 对 我们都看得 谁也看见的 不会啊 玉京不会这么干的 大家放心吧 吐司少爷 现在没有生命之忧 还好 发现得及时 不许道长 你可不能这么偏袒蓝玉京啊 我没有要偏袒玉京的意思 现在的事情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的 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请大家放心 即便吐司少爷 不是玉京所伤 我也要尽快找到他 给大家一个说法 好吗 你怎么了 突然吓不开心了 那吐司少爷 真不是我害的 可是现在 更说不清了 要是义父师祖知道此事 这把会更加生气了 一看你就没什么江湖经验 那个暗器又不是你的 你拿去调查清楚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你说得到轻巧 他们是一定不会 仔细调查的 我干脆离家出走算了 好主意 你这一走啊 莫须有的罪名 就坐实了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 我要是走了呀 被我爹找到了 还不被他给打死呀 我也要 不 好 是 真的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者何人 唐门门主 唐二 暗器伤人 算得了什么好汉 将死之人不必躲烟 我 cat 我 我 好 无极掌 此等掌法的确远于 你们武当的无极掌 我又将它加以变化 威力比起无极掌 至高不低 走 不见师兄 不见师兄 你坚持住 不见师兄 好点了吗 不见师兄 好些了吗 我 母公子 幸亏有你 我是恰好路过此地 师兄为何在此 我 我奉掌门之命 前来拜祭 拜祭 莫非是十八年前的那件事 你 你知道此事 曾经听家父提起过 略有耳闻 那里有耿京士夫妇的尸骨 还有何 还有何家老仆 何家老仆 何亮的尸骨 你 你 我们这就回武当 走 走 既然走 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他们肯定一口咬钉是我干的 我怎么说得清楚啊 对了 巧儿 昨夜 你怎么一个人在山里啊 我 我睡不着 散散心 赏赏夜 一个姑娘 武功这么高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 一个人在武当山瞎转悠 你说得这么好听 我也得吸你才行啊 喂 你这人真是好赖不分 不讲江湖道理 我救了你啊 你居然还血口喷人 姑娘息怒啊 那你既然在的话 你有没有看清楚 是那个姐姐 伤了吐司少爷 我看到了 太好了 我的清白就靠你了 撒手 这个 巧儿姑娘 你跟我回去呗 帮我做个证 我不去 喂 这 这可事关到我的名誉 啊 也关系到武当山的荣誉 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你难道就要见此不救吗 哎呀 没关系啦 反正你也死不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喂 哎 江湖救急 帮帮忙吧 哈 这是你家门口 又不是江湖 得杀了杀了 没得杀了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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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学呀 哎 别走啊你 哎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走 你别走 山柳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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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副 快放开我 那沬折腾得吗 一晚上了 快不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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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起来 你一无一时地跟我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笑 走 走 我弟弟被玉京打伤后 高烧不退 胡言乱语 到现在都卧床不起 怎么办 真不是我干的 你武当为中原名派 对凶犯如何处置 全凭贵派定夺 你的俗大弟弟 根本就不是我打伤的 竟儿 我打伤的